我也想带给博士 大家也是非常关心的 因为好久没有聊经济的问题了 7月15号要开始三中全会 彭博社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中国三中全会 为什么对全球投资者如此重要 当然我们都知道 投资者的重点关注一些 财政方面的一个改革 这个我们倒是可以下周来讨论 我今天最主要想把重点放在人行 就中国央行最近的动作之上 更值得我们解读 首先第一个 今年3月 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潘公顺表示说 中国正在制定金融稳定法 是第一部专门针对中国66万亿美元金融市场 所产生的风险预防化解和处置的综合立法 当然现在呢 已经是在二审搞的这个民众的征求意见了 会截止在7月底 三审读完之后呢 他会以正式的法律来出台 我跟大家就是简单说一下 这个金融法出台的目标 就是防止国内国外的风险 比如说以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为主 核心动作呢 这个稳定法出来之后 会设立一个金融的保障金 这个基金每一年大概会筹集 1200亿到1800亿人民币 使其能够面对任何重大的金融风险 第三个从国际经验上来看 他的直接对象呢 主要是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 对于金融市场及非金融机构可能不会参与到直接救助当中来 我就想请教一下博士 其实我们在看这个金融稳定法的时候呢 我们有参照国外的一些经验 其实近年来许多的发达经济体 他们都有制定自己类似于这种金融稳定法的国内法的一个出台 我相信现在中国现在面临到一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之下 您如何来观察一下金融稳定法 这部法律会给中国带来哪些现实方面的一个意义 算不算是中国金融的强行针真的快来了 非常好 我为人民银行股长 我很少为人民银行股长 他终于弄出一个 想要知道用法律来处理金融问题 让所有的金融问题 有一个有秩序的法律 可以来做规范跟做保障 台湾也曾经在房地产上摔了一大脚 而使得台湾的银行都搞得快倒闭了 那个是在1990年代有发生过这么严重的事情 所以到了公元200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在台湾担任这个立法机构民意代表 那我们台湾的制度比较特殊 很多的法律是立法机构民意代表可以提案的 不是行政部门提案的 所以我要很骄傲的跟各位讲 台湾的两部金融稳定有关系的法律 我至少抄刀一半以上 所以我对这方面的法律非常的熟悉 那因为我有在华尔街的经验 我从欧美学到了一些知识 所以我有办法抄刀 台湾的第一部的金融稳定法令啊 叫做金融重建基金条例 就跟现在大陆上讲的一样 要筹到一笔钱 这一笔钱在什么情况底下 可以去把保险公司扶置住 把银行扶着不要让他倒 所以基本上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啊 我们台湾叫金融重建基金条例 后来到了2006年 我觉得不太够 中间有修了好几次啊 发现跟市场状况不对 慢慢修了好几次 我又单独写了一个叫 金融消费者保护法 金融消费者保护法 那也几乎八成是我写出来的 八成 那金融稳定法 大陆上把这种所谓的金融重建基金 金融消费 金融消费者投资者的保护法令 把它写在一个金融稳定法里面 会更完整会更好 那我当时是穿着鞋子修鞋子 難免这个脚有时候不太 不太卡卡卡 我承认这个问题 可是因为当时很紧急啊 银行都快倒了 我没有办法想太多啊 先救这个这个明天救这个 后天救这个啊 比如说刚开始没有想到信用合作 合作社 后来又把信用合作社写进来 因为这个是蒙费余费啊 对不对 所以我跟各位讲 有时候这个经验是累积的 然后大陆非常好 他找了一个专家 潘工胜我要给他鼓掌 不像以前骂易刚一样 这个 易刚被我骂的臭头 这个潘工胜非常好 我开始给他鼓励 他终于想到 要用这种法律架构来稳定 一个金融市场为什么 因为金融市场买卖 都在看说政府有什么政策 他如果发现政府有个法律在那边 他都知道他该怎么做 他会根据这个法律来运作啊 不会偏调了啊 咱们整个中国大陆的银行啊 经过这一次的教训啊 真的是很惨痛的教训 也学了很多 所以这金融从业人员 有一个金融稳定法来遵循 这是好的啊 以后就不会偏差 所以如果有银行出了问题 该怎么处理 事前该怎么盯着他 不让他出问题 那如果出了问题了以后 如何保障这个银行的存款户 当然有时候存款保险 可是我们发现到 这种存款保险不足以保险 保护所有的金融的消费者 比如说买保单的啦 还有买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都有个机制来处理 然后后来我们还设立了一个 像一个仲裁单位的 金融消费者保护中心 所以一连串的法律 我是没有看到 金融稳定法全部的法律 但是他大概的方向 我觉得非常好 我给他高度的肯定 高度的鼓掌 我要揍他的啦啦队 对 我觉得这是好 有好的事 我觉得自从潘宫盛上台之后 博士对于央行的提示都少了 就觉得说我都觉得 因为我们之前有聊到过这些话题 好像逐渐的都在往这个方向 还有一件事是不是 我记得博士您曾经跟我分享过 您觉得其实中国的央行 他也应该像美联储那样 扮演那样的一个角色 应该 对 我觉得我最不满意李克强的 国务院啊 他就把人民医院当小弟啊 这是不对的啦